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点评一下永泰能源 那么永泰能源这一支个股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当前应该怎么,如果手中有的应该怎么运略 好,首先呢,想给他表达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观察一支个股未来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机会点 那么首先呢,要从周期的角度来讲 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的 那么如果是长周期的话呢 要注重从几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一个是行业本身 好,第二的话呢,是从 它的基本面有没有业绩支撑 好,如果说行业没问题 业绩也没问题 那么呢,它的未来实际上呢 就是这是从什么逻辑呢 从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来进波动的 而对应的,如果说行业没问题 行业的话呢,是国家所终点 就是有潜力的 然后呢,有发展前景的 或者是有政策支撑的 然后呢,基本面业绩有支撑 那么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 看它未来,就是未来是 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再次辉煌 再次走强 这是一个视角 这是从长的 就是从中长的一个视角去考量的 但是呢,在这种情形下 还要观察一个基点 就是什么 在行业 从行业背景 从它的一个基本面的调定之下 然后呢,在只是观察的趋势而已 就是呢 如果说已经经过组升过之后 行业也没问题 业绩也没问题 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已经翻了三倍五倍了 那么进入调整也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呢,只是观察它什么时候形成新的趋势的一个拐点 没有,如果说已经处于下跌的趋势中 那么对应的 不会因为它的行业 不会因为它的一个业绩好 就盲目的去死航到底 或者说是布局 不是它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它的趋势 就是呢 从背景上面来讲 行业基本面向好 只是说呢 从 价格为了价值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它 调的越深 未来的空间 越可期 只是呢 那些等待趋势的拐点 或者趋势的延续状态当中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呢,如果是短的一个角度的话呢 就是看强弱资金和近期的一个 小级别的一个支撑压力的一个视野去跟踪即可 那么现在永泰能源这一只漏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 从行业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属于 有金分析主要义务 电力生产与发与开发 它是属于像电力煤炭石化 从行业角度来讲是没问题的 当起不管是双控 还是属于像 整个对于绿色电力也好 对于能源也好 它实际上是近期 不管是近期 还是属于 从行业角度来讲 它是向好的 这是一面 再看这看业绩 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的话呢 对应的2020年的年度 归属母公司经历量是44.8亿 经历增长率的百分之三千 翻了三十倍 三十倍 在三十倍的季度上面 我们再来看 好 那么在2021年的一季度 和2020年的半年度的话呢 它归属母公司经历量分别是 两个亿和四点五个亿 那么同比和上和去年同比增长了 百分之六百四十四十二 百分之三百四十四 对应的话呢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业绩的一个提振 有业绩的提振的话呢 这是业绩 行业没问题 业绩没问题 然后呢 再看它的技术表达 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属于底位底价的 好 这是永泰能源 那么底位底价的话呢 对应了从走势结构类型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而后呢 向上走离开段 可以用这个视角来去看 实际视角来去看的 用最简单的 用传统维度来讲 它最起码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低点在抬高 高点也在抬高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结构当中 最起码它结构还没有走坏 结构没有走坏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回落的话呢 对应了它的观察基点是什么呢 从结构的视角来讲 强弱看前高 结构看前低 因为今天这内低点 已经接触了前面高点的位置了 所以说呢 这个基点就是用下方的话呢 中链观察一个基点 是1块8的位置 1块8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中枢的一个上沿 因为这个位置呢 它的一个推演 因为这个位置 低点它也是1块1毛6 1块1毛6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推演方式 可以从这个位置也是1块1毛6 也就是说呢 可以从这个位置做一个推演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呢 它对应的 那么它的上沿在1块6毛 在这个位置 1块6毛多 这个位置呢 就在1块8的附近 如果说做它 从它作为一个观察点 也是就不影响我们最终的一个决策 好 这是远太能源 大的结构要清晰 重点我们观察了 观察的是 这一段的反弹 和这一段的调整 有没有结束 反弹的话呢 是什么结构的 那么呢 对应了 这个位置它走的一个30分钟级别重数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级别重数来去对待 而或者现在离开段比较强 比较强的回落的话呢 当前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调整 日线的一笔下 30分钟限顿下 限顿下的话呢 这个位置回落的话呢 对应了 考察的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如有机会点 它对应了反而是次级别的三点买点 以及呢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就呢 可以与它作为一个观察点 那么它的跟踪视角 我们来去细化一点 好 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30分钟书 然后呢 向上离开段回落 那么用30分钟 出行呢 看来会更加清晰一点 好 看来更加清晰一点 对应了 从一块四的位置 一块四的位置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观察点的一个是要是什么呢 好 这个位置呢 对应了是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级别的重数 30分钟级别重数之后呢 向上离开段 这个内部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5分钟钟书来去看待 好 回落下来 回落下来 这是一个5分钟判证下 判证下的话呢 三成现在下现在下的话呢 对应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只要说不破30分钟上延 甚至说呢 连前面高点都不接触 前面高点的话呢 就是中枢高 对应的话呢 是一块八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当前个人认为呢 虽然说行情环境比较弱啊 从单纯的从长连结构的视角来看 这个位置回落 它是靠近什么机会点呢 靠近的是三 从一块四 作为新的观察点来去看待 它的属于30分钟级别的 三类买点的一个视角来去跟踪 就那不管是在这个节点 找低点 还是在这个节点 它对应的都是 30分钟级别 三类买点的视角 因为呢 30就是 三类买点指的是 一个盘整上 或者是趋势上 那么呢 中枢形成之后 相当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 一个次级别的走势类型回落 不破中枢上延 对应的所形成的买点 称为三类买点 所以当时它还是这个 逻辑还是成立的 还成立的话 只不过这个位置 有没有调整 有没有结束呢 说从两块 三毛五的位置 它是三分钟线的下 同时呢 内部它也就组建了 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然呢 这是五分钟攀轮下 五分钟攀轮下的 那么它的离开段 和进入是没有被迟的 没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 从稳健的一个视角来讲 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 反抽之后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或者说呢 反抽之后呢 回落 即便呢 和 发生一个内部的 线段被迟 就是下跌 反抽再下跌 它与它有被迟 不破前面低点 更好 破一下前面低点 如果说是 则不出现急速的调整 那么出现一个 最少出现一个线段被 在这个界点 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点 最起码它是一个 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 或者是五分钟级别的 被迟 一类买 一类买点 或者是二类买点 和三十分钟级别 三买 附近相冲合 这样的机会去把握 它的一个升级更高 好 这是一个 跟踪视角 那么前面如果说 有接触 就是前面已经 已经进场了 或者已经低息了 那么连续的调整过之后 又该怎么去应对呢 很简单 如果说前面已经有接触了 那么这个路呢 回这个路反弹 后面呢 这个位置 首先向下能够看到的 看得到的 像一块八附近 所以这是那一个节点 让它结构的话呢 它是靠近三十分钟 三类买点的一个结构下的话呢 这个接地下跌当中 不在下跌当中去找卖点 而是呢 如果说前面介入的时间 介入了 等它反弹 看就是等它一个反弹 反弹如果说 连五分钟的中枢下沿都不接触 就是等待一个三类 这是五分钟三类卖点了 那么等待三类卖点了 去减 这个时候呢 跟你盈亏 盈亏没有关系 有没有到你成本价上方 也没有关系 就是这种残忍的一个 一个交易体系之下的话呢 对应了就属于 眼中用买卖点的角度来讲 就是呢 如果说前面进场的 等待 用来等待一次 必须应对的卖点 这个位置反弹 如果说连五分钟 中枢都不接触 对应了 就是五分钟级别三类卖点 三类卖点减 减了之后呢 回落下来 还可以呢 去跟 就是呢 这是对它的一个应用 如果说没有的 想要去把握 想要去跟踪 那么呢 也等它 等它出现 就能冲高一次回落 就是呢 冲高回落一下 再把握它的机会点 回落到那 最起码它发生一次 先端被迟 好 这是云太能源 那么这里给我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跟呢 因为核心 它的行业 业绩 都是呢 有支撑的 最起码呢 还算是向好的 而且它的位置的话呢 就属于这样的底位 底价平台突破 那么 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表达 如果说是短期 已经翻了三倍五倍的 个股 也是出现 同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呢 对应了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么就是不可同之而语了 就是呢 应对的视角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手中个股 就很多 朋友呢 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 哎 前面个股行情涨的时候 那么很多股票都涨了三倍五倍两倍 而我手中有的 或者是我关注的个股的 它一直没有涨 那么行情是低的时候 那么没有涨的股票 是不是不要紧 是不是没有风险 是不是有补涨的一个逻辑 首先这个思维是 不靠谱的 它是它是不成立的 什么意思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节点是什么呢 前面行情涨的时候板块轮动 它不是说不只有一个板块涨 而是而是有轮动的一个视角 这个板块这个方向都没有轮动到 个股也没有轮动到 所以这个个股本身可能是有些问题 或者是从风格上面来讲 从它的一个业绩 从基本面各方面来讲 那么如果这行情跌的时候呢 那么这类个股 它可能还一旦会下跌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从资金的期划来讲 不是不是因为它前面没涨 后面会不会有轮动 而是看它什么呢 看它背后的逻辑 这个逻辑什么呢 业绩是不是有支撑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从行业角度来讲 会不会有轮动 这个轮动的话呢 就说是整个板块 行业角度来讲 是不是有资金在进行切换 在进行流入 如果有的话呢 那么可以支撑 可能会轮动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反弹 如果说没有资金的一个情绪 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入 那么该地还是会跌的 好 所以说呢 对待 就是在当下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大的一个策略 咱们前面讲的太多次了 就属于且战且退 整体要控制仓位 那么呢 具体个股不同的个股呢 又有不同的一个视角 比如像永泰农园 对应的 当前对它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 更认为它的结构还没有走坏 大的结构上面来讲 直播小周期来讲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小平台破位 小平台破位的话呢 对应的是什么呢 从长龄视角下 这是一个一笔下的延续 好 只不过前面呢 如果说有在两块附近 两块一 两块钱附近 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进场的 那么当前呢 等它有一个反弹动作 那么把我五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去减持 或者是去离场 都可以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我们用更小级别去看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从 两块三毛五的 两块三毛五的位置 对应的就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的 可以作为五分钟中枢延伸 例如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的视角来去对待 而后的线下离开断 离开断可进入单向比比较 离开断比较强 无位迟 无位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节点什么 如果说这个位置反弹 两块一附近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中五分钟中枢的一个下沿的节点都不能接触的话 五分钟中枢下沿都不能接触 它就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二连卖点了 如果前面呢 例如说在这样的节点 有 DC的 或者这个节点有DC的 或者这个节点 哪怕你买的高一点 跟你买的价格没关系 它只是个结构有关 就是呢 如果说反弹 中枢不接触 出现拐点了 干嘛呢 早卖点 早卖点之后干嘛呢 那么回落下来 对应的 如果这个位置回落 前低 破了前低 那么呢 只要说 他与他 发生线断被迟 他又会存在一只新的 五分钟级别的 DC高跑的一个机会点 但是这个机会点的话呢 如果说本身 同样的这样的结构 它是高高在上的 前面呢 是经过一波翻倍翻两倍的剧情 那么这种这种交易的话呢 完全可以放弃 因为呢 它是更靠近什么 更靠近 下方有一个大级别来讲 是日线级别中枢 小级别来讲 是个30分钟级别中枢 有这样的支撑 是可以靠近30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的这样的一个推演的 但是不是说百分百会发生 只是呢 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看 那么还可以去应对 这是永泰能源 再加上了 它的一个行业和基本面的一个公正 所以真的这类个 我的话 更认为它的一个风险系数呢 不至于 最起码呢 行情有风险的时候 或者说呢 百会有风险的时候 个股的话呢 也是要防范的 但是呢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技术租行 那么呢 它的一个应对 策略是不一样 只不过呢 行情环境不太强的时候呢 要整体来讲 控制总体的仓位 这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好 这是对于永泰能源的一个 技术视角 禅论 推演 好 制作为一个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这是永泰能源 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 再见 欢迎订阅